朱雅虎前期的部分 他已經完全公認 然後北檢認為 你都已經大概講 講得差不多了 所以認為說兩百萬 應該可以放他交保 所以佳凱 是 前金 後瀉這一千五 也許正在追金流 縱然沒有金流 你要知道 要求期約收受 請求期約交付 這六種行為 前三種是一個 接一連串的行為 後三種也是一連串的 階段行為 階段行為 你只要要求 縱然沒有拿到錢 就是貪污罪了 就是十年以上 或者是給你期約 他同意了 什麼時候給 縱然還沒有給 也一樣是十年以上的 第四條的貪污罪 所以換句話講 這對阿伯是好 還是不好 大家都說 致命的重疾 真的嗎 當然是致命重疾 我覺得現在看到 今天朱雅虎交保出來 以及李文中在討論 是要不要掩壓的議題 現在民眾黨 對於這兩個人態度 我覺得對朱雅虎 你要去提防說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他才可以交保出來 以及李文中 他到底還沒有透露哪些事情 至少你們對李文中 還可以放心 對不對 但我覺得李文中 那個朱雅虎出來 當然他的家人 一定很開心 但是我認為 你們應該放在重點是 李文中 到底會不會言 我相信民眾 內部一定有個態度 對不對 他們態度很清楚 他們相信 而且他們不是沒有證據 可以尋 我跟你說 你們可以找證據 哪些 上個禮拜 不是在討論 募可被扣壓這件事情嗎 那募可的負責人 到底沒有收到 來自法院的裁定書 裡面的內容寫了什麼 我相信裡面的內容 應該會假設 李文中被掩壓 內容應該會差不多 有重複性的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 我相信民眾內部 已經對李文中 會不會掩壓 一定有知情 大概的角色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 李文中還是跟柯文中 看起來是站在同一條船上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民眾的黃國昌 黃山 他們都是可以放心的部分 但是如果這個柱雅虎今天消息傳到李文中的額裡說 我因為怎麼樣 所以我交保出來的話 因為看起來金額也不大 李文中有沒有機會跳下那艘船 或是跳下那個海裡面 我就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認為民眾要擔心的是李文中 會不會他的律師 有沒有跟他在見面的過程裡面 輸入什麼 討論什麼 我就會攸關科問 只能接下 你意思說律師會不會跟李文中分析說 叫他當污點證人的意思 類似就是告訴他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站在法律角度 當然可以 律師當然可以跟他商量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因為你如果在偵查中 還有在第一審審判中 而自白的話 是可以減輕其刑 我相信這個東西交保出來 所以承認犯罪 在偵查中承認犯罪 是可以減輕其刑 這個是我要讓大家了解 法律就是這麼規定 所以換句話講 哇這柯文哲 不好了 看起來不好 民鳳 對啊因為朱雅虎我們記得 他第一次這個就是沒有被羈押嘛 那大家都認為他是兩百一十萬都已經講清楚了 可是他後來第二次硬訊的時候就被壓起來了 當時壓起來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沒有講完全的實話 沒有就是你除了交代那兩百一十萬以外 其他的沒有講 他因為其他把你壓起來 其他的講法可能涉及什麼 可能涉及行求 也就是說他說 哎你幫我做什麼 我給你錢行求 或者是有期約 對講好了 這期約的事情 他也許知道 所以啊如果期約 行求期約或者是要求期約 縱然後面的金有沒有找到 照樣是貪污自罪條例 第四條裡面 照樣成立十年以上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我去徒刑 以前還加一個死刑 實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我去徒刑 所以換句話講 哎 他這次是不是核盤拖出 對 所以說先約會議說 你當時被壓的時候 檢察官認為 你沒有全盤拖出 那你這次可以聚保保釋了 那你是不是表示說 你該知道 有該講的都講了 這就是克文哲 你事情大條 你事情壞了 如果以這個來講 那李文中會不會看到 朱雅虎交保心有酸酸的感覺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他還想要當污點證人 大家都沒想到 當然會想到李文中 因為現在是李文中 跟柯文哲的證詞不一樣 那李文中如果看到朱雅虎 都已經講了 那他的證詞應該跟 我相信他就跟朱雅虎一樣 所以囚犯理論已經有破口了 囚犯理論是大家都打死都不認 大家都無罪 問題是有一個人承認了 那就破口就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啦 首先他有這個訊息 當然他律師會告訴他 但我覺得這個涉案的程度 跟複雜度不太一樣 因為李文中不是只有金華成這個案 李文中有太多了 包括可能有洗錢 包括透過木殼洗錢 所以他不是只有金華成這個什麼 錢金後卸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有沒有洗錢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其他的費用 所以李文中的案子是比較複雜 但從朱雅虎被放出來這件事 可以看到一個什麼 表示第一個 因為沒有錯 第一次檢方沒有壓他 對對對 第二次檢方壓他 就覺得說 因為這金額很大 那你這麼大的金額 你才講一個這個兩百一十萬的 這個好像這比例上不太一致 而且覺得你沒有講清楚 我覺得啊 應該是他大概都已經講完了 把他知道東西都說出來 所以檢方覺得說 你錢都差不多了 有一句話 我來提醒觀眾朋友 朱雅虎不是說 一個人三十有七個人兩百一嗎 然後後面加了一句話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審慶精很小氣 那換句話講 很小氣 會不會已經有講好 結果你很小氣 先付個兩百一 所以叫做錢金 你要看到那個 裁定書裡面寫錢金 換句話講說 很小氣 都已經做完了 你錢金才給個兩百一 所以所謂的很小氣 會不會是這個意思 現在大家在猜 所以我提醒一下 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曉得 但是站在律師的立場 我們會懷疑說 是不是從這裡突破 或者檢察官從這裡突破 因為很小氣 很小氣 只給兩百一 或是當時講的不是兩百一 如果當時講的不是兩百一 那就是有期約 兩個人是講好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議員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在猜 如果是這個問題 這樣對柯文哲就很不利 從上一份所謂的 鼎月的金華城土地的裁定書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兩百一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一千五百萬的部分 匯款 這些東西可能都是豬牙虎土石出來的 一千五百萬的匯款 跟李文中為什麼有關係 兩間公司跟他有關係 第一個叫做木可公關公司 木可公關公司三千八百萬也被扣押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木可公關公司成立的時間 叫二零二二年的十月十四號 跟所謂的豬牙虎 拿了一千五百萬給柯文哲的時間 應該說審慶金給的時間 叫做十一月一號的時間在前面 後面有一個重望基金會 成立的時間叫十一月二號 這兩件事情都跟所謂的李文中有關 李文中如果不吐實 很簡單 你的重望基金會 你掛的是董事長 你成立的基金額度 叫做一千萬 你一千萬哪裡來的 你不認就是你收受賄賂 為什麼 他同時那時候叫做捷運公司董事長 也是公務人員 你身兼狀況基金為了董事長 你拿了一千萬去成立的基金 錢如果是豬牙虎給的 你不推給柯文哲 就是你李文中要擔任 擔下這個收受賄賂的錢 木可公關公司 是你妹妹做董事長的 如果你不吐實 這些錢除了所謂的侵占罪之外 全部是你李文君要扛嘛 所以李文中李文君真的沒有要吐嗎 我覺得要吐 剩下沒有吐的叫做柯文哲 所以叫供辭其義 所以必須把李文中繼續蓄壓下來之後 跟柯文哲讓柯文哲吐實嘛 除了所謂的犯罪行為之外 重點來了橘子人在境外也寫在這個裁定書裡面 犯罪行為現在說真的連兩百億萬就可以起訴了 但是為什麼一直要壓柯文哲 一直要壓李文中的原因 甚至要通緝橘子的原因是犯罪所得 錢現在跑到哪裡去 一定有訊息跟簡連講 現在橘子知道錢在哪裡 所以必須讓橘子回來 他們才可以把這些犯罪所得回過頭來繳給國庫 因為這每一分錢都不是柯文哲的 而是台北市政府的